还剩下105张 都要了吗 我都要了 灵异心想 别说区区105张 便是105张他也是能拿下来 他买完票便赶紧去找季青年 此时季青年正在木马前面等着他 跟着哥走 带你玩木马去 好的呀 一个哥 季青年实在是太开心了 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来游乐场玩了 和灵异在一起让他感觉 自己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花季少女 在玩了一圈以后 季青年还想再做一圈 他问灵异VIP票能不能唱完 却遭到了灵异的否定 即便是VIP票也只能玩一次 那算了 我不想排队 我把剩下的105张VIP票都买了 还有100多次呢 够你玩了吧 哇 你居然买了100多张 你真好 随后他们便尽情地享受着 游乐园的玩耍时光 在玩了好几次转转杯后 两人心酸的同时都觉得有些累了 季青年提议他们先中场休息一下 而且他也有点饿了想去吃点东西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游乐场的餐厅 此时餐厅的人并不是很多 季青年吃完饭后准备品尝甜蜜 灵异 我觉得这个香草舒服蕾挺好吃的 你能不能再帮我要一块啊 行 我去给你拿 灵异来到甜点窗口 他当点完两份香草舒服蕾 就听到身后传来了讨人宴的声音 原来是之前动物园遇到的王子 他提醒灵异香草舒服蕾是会员限量 不是随便拿的 让灵异别拿这儿当国内自助餐 难道你们不看标识吗 丢脸都丢到国外了 我买了105张VIP票 一张一份 你们管得着吗 你说什么 你买了105张VIP门票 灵异财懒得理这两个脑残 他的季青年还等着他回去 季青年看到灵异回来很是开心 刚才那份甜点已经被他消灭掉了 而就在这时 脑残情侣却路过灵异所在的位置 向着他们扫衣 别瞎子买这么多门票 一看就是没见过世面的爆发户 再笑优越感呢 请你们说话客气掉 我们已经很客气了 王子一高傲地介绍 他男朋友陈俊叶的公司 已经开始一轮融资了 市场前景广阔 可不是灵异这种爆发户可比 灵异简直无语了 过了两轮融资就狂成这个样子 到底是谁没见过世面 陈俊叶指着灵异的 这种乡下人恐怕连给他人投资的 中汉资本都没听过 灵异一口红酒喷得出去 给自己枪够强 中汉资本那不就是 秦汉手底下的公司吗 中汉资本都没听过